接下来我们来学习11.3节输入公式 这里边会学习到输入公式的方法 以及使用公式快速计算员工的工资 然后是输入使用公式来计算字符 以及移动和复制公式 最后来使用公式统计 接下来我们来计计销售数据 下面我们就来看输入公式的方法 输入公式有哪些方法呢 我们可以直接进行输入 也可以单击选择单格的引用来进行输入 比如我们要计算出这两个单格中 这两个包含数据的核 我们来看手动输入 首先输入一个等号 在这里要输入的是 A1单元格中的内容和A2单元格中的内容 我们可以在这里直接输入12356 然后输入运算符就是加号 然后再输入645312 这是直接输入数据 输入完成之后 按单击输入按钮 即可计算出这两个单格中的核 这是直接输入数据 也可以直接输入单格的地址 如果数据太长的话 这输入输入这个数据的话 直接输入这些数据的话 会显得比较繁琐 在这里可以直接输入它的地址 输入A1 它会在下方这个工作区中 它会自动在A1这个单格上 用一个蓝色的边框来表示 再输入运算符加号 然后再输入A2 单击输入按钮 它同样会计算出 这两个数据的核 这是手动来输入 下面来看一下 单击进行引用单格引用的输入 还是先输入等号 使用公式之前都需要先输入一个等号 单击 然后单击A1单格 在下方工作区中会这个A1单格周围会有一个虚线的 然后一直滚动的这样一个边框 表示到前我们选中的A1单格 输入运算符加号 然后再单击A2单格 这两个A2它用不同颜色来表示 A1用蓝色表示 在下方也用这个 也有一个蓝色的表示A1 这个A2用绿色来表示 在A2单格中也用一个绿色的边框来显示 选择完成之后 单击输入按钮 同样可以输入计算出这个结果的核 也可以计算出这个区域的核 比如在这里输入一个函数 这是一个sum函数 也就是求核的函数 然后选中 双数标只能定位到这个括号里 然后选择A1 A2这个单格区域 单击输入按钮 同样它会计算出这个核 这就是输入公式的方法 有这两种方法 下面再来看一下使用公式来快速计算员工的工资 在这里我们打开工作部 单击快速工具栏中的打开这个按钮 选择浏览到随之光盘中的素材 C11选择工资明细表 这个工作部 单击打开按钮 它显示的是这样一个工资表 在工资表中列出了有基本工资 住房补助交通补助和扣除工资 我们要计算出它的实发工资 实发工资也就是基本工资 加上这些补助 然后减去扣除的这样一个工资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 我们将鼠标首先选中这个H3这个单元格 选中之后 我们直接输入等号 在这里我们采用单击来单击 来添加引用单元格引用这个方法 来快速输入这些数据 这比较方便一些 单击第三单元格 然后再输入加号 再单击E3单元格 再输入加号 再单击F3单元格 然后是要减去这个扣除工资 然后输入减号 单击扣除工资 这样一个单元格 输入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D3E3 F3G3分别用不同的颜色来显示 这下方单元格也用不同的颜色 和它和上边工赤这个颜色是对应的 有这个边框来显示各个单元格 输入完成之后 单击输入按钮 即可计算出这个实发的这个工资 它职工编号为ZG001 这个张燕 它实发的工资 我们也可以使用 SUM击数来计算出 这前三项的和 然后再减去 这个扣除工资 单击输入按钮 它计算出是这个 编号为002这个职工的实发工资 那下边这些部分 我们可以使用填充柄来快速填充计算 在这个单格右下角有一个黑的黑块 张鼠标指针放上去之后 鼠标指针变成一个十字形状 单击并向下拖动 即可快速的计算出 下面那个员工的实发工资 这就是使用工资来快速计算员工的工资 下面接下来再来学习一下 使用工资计算字符 在前边 我们已经了解到字符的运算符 有文本运算符 它有一个连字符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连字符的使用 在Excel中 在A1单格中输入123 在B1单格中输入456 在C1单格中 首先输入等号 然后我们要将AB这两个单格中的数据连接起来 单击A1 然后输入连字符 然后再单击B1单格 这工资是A1 按的B1 我们看单击输入按钮之后的效果 单击输入按钮之后 它自动将这个 按照前后的顺序 将A1B1中的数据进行连接起来 是123456 我们还可以连接 文字 比如我们要将这个A3B3C3 这个单格中的文字连接起来 我们就可以使用 按的连字符 连接A3 按的B3 按的C3 单击输入按钮之后 它就会自动将这连接起来 显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就是使用公式来计算字符 接下来来看一下移动和复制公式 移动公式 就是将公式从一个单格或者是某一个工作表中移动到另外一个工作表中 移动之后之前的呃 之前位置的公式就会消失就会被删除 而复制公式呢 是将呃 公式从某一个位置复制到另外一个位置 复制之后 之前的位置和复制的目标位置都会存在这个公式 他们在一个C3中来看一下复制和移动的操作 单击打开按钮 在这里选择 区末成绩 选择随速光盘中素材 CG11中的区末成绩 这个工作步 单击打开按钮 首先我们输入公式来计算一下总成绩 总成绩也就是数学加英语加哲学的成绩 我们来计算总成绩 输入等号 然后依次选择B2单格输入加号 C2单格加号 D2单格按下 单击输入按钮之后 它就会计算出总成绩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公式的移动 我们要将这个公式移动到 比如移动到这个位置 我们首先单击这个单格 将鼠标指针移动到这个黑框上 鼠标指针变成一个当前这个形状 带有四个方向箭头的这样一个形状 单击并拖动 拖动之后